美国年底大选由川普或拜登胜出会影响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吗 答案是会的哟 好 还有根据盖洛普最新的调查 美中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各国之间所感受的领导力差距如何呢 交给主播蒋新美 我们来看到盖洛普最新调查 他要问问全球一百三三个国家在美国跟中国一对一对决的时候 你比较支持美国还是中国 五十二个国家比较挺中国 八十一个国家比较挺美国 那么区分区域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中国他在非洲地区 其实有长期影响力是比较占优势的 那么美国近年对于印度菲律宾 越南跟南韩的影响力是不断的在增加 分析认为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于周遭邻国的很多阿霸行为 把这些国家都推向了美国阵营了 那么盖洛普在调查当中 他的分数计算法呢 是以对美近支持度减掉对中近支持度 然后算出得分 那么一百三三国当中呢 最挺美国的其实是科索沃 对美近支持度有七十八 对中是负七十六 得分来到了一百五十四 俄罗斯则是最挺中国的 对美近支持度是负的八十二 对中是五十 那么得分是负一百三十二 台湾在这份调查当中 被列为的是美国的强劫盟国 可是你看看调查当中得出的数字是 台湾对美近支持度 其实是只有八 对中是负四十七 所以得分五十五 被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台湾对中国的负面 印象所造成 比较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柬埔寨 柬埔寨被认为是属于中国势力范围 可是呢在调查当中 他的对美近支持度 其实是比对中国高 还有个差别 就是到底美国是有哪一党执政 也会影响到呢 他们在全球的领导力跟影响力吗 因为回顾二零一八年 当川普入主白宫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当时全球呢 停美国的只剩下三十八国了 那么等到民主党再度拿回执政权的时候呢 这个二零二一年数字来到了九十七国 比较呢跟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数字是类似的 所以调查分析也就特别提出了 二零二四年到底美国大选会由谁胜出 恐怕也都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以上续续统给您 眼前去锁地华视新闻 哈喽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